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遇上通胀高企, 压力重大 新闻淘宝带大家回到九十年代的广州 看看小市民如何过年军 年三十晚, 广州市的烟花表演 庆祝新一年的来临 过去一年, 中国的通胀也好像烟花一样飙升 呈现一片百物腾贵的景象 好像交通, 搭车也贵了几毫市 发财也贵了 发财, 假设八多元, 现在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 以前是十、八元, 现在买了几十元 那些新版 交袋也贵了, 一元一百元就只有八十元 价格也贵了, 你的钱也贵了 廣州市的生活指数有23点多 但我们虽然工资争到15点多 但同一个生活指数的升幅问题 也跟不上 由去年二月开始 中国全国大中城市的消费价格指数 一直超过二十个百分点 去年十一月, 更加攀升到27.7 是过去六年最高的通胀指数 新春依此, 一般市民 如何面对不断飙升的物价呢 我的饭饭呢 方审退休已经超过十年 她今年62岁, 无儿无女 方审的退休金 由12年前每个月有25元人民币 增加到现在每个月有140多元 即使是退休金加了五倍 方审说, 以往的生活 都可以算是够食够住 但在过去一年 物价急涨, 买什么都贵了 方审说, 她现在的生活 比起以前来说, 就艰难了很多 以前是六元 现在一起就起八个多元 现在是九个半 收了个十二元 菜都是以前几毫子 现在最贵都是两个多元 每个东西都贵了 方审说, 唯有一餐送分两餐吃 分两餐, 早上买两个银银豬肉 或者两个银银鱼 买充菜, 总之是分两餐吃 这就是吃两天的, 分两餐 分两餐 方审没有多余的钱订回器 煮食都是靠在街边 收拾干柴枝回来用 一天买菜最便宜都要三四元 加上日常搭车 和瑟瑟碎碎的生活集费 方审现在一个月的百多元收入 根本就日不夫知 虽然她的养女 都会偶然给她一百多十元 不过方审过新年 就连想买件新衣都要省下 年老的方审生活结据 相比之下, 47岁的柳姨就更加彷徨了 柳姨本来是属于国营工厂的工人 去年她的工厂停产 柳姨就要提早退休, 离开崗位 每个月, 现在只是拿回百多元 他们叫做离岗退养 现在暂时就叫做离岗退养 就是养住, 还没正式退休 那每个人有多少钱给你呢 我只有百多元而已 一百多元? 一百五十元左右 柳姨本来一家四口 有两个子女读中专业学校 她打算离开工厂之后 可以慢慢再找回其他工作 想不到, 她丈夫去年突然因病去世 一时间, 柳姨都不知道怎样 一个人靠百多元的收入 背起城头家 转来买得最便宜 我想买两三元的鱼也很少而已 买菜四五元的都要 如果煲淡汤十多元, 限定的 单位那份就够买煤气 只有煤气和米 现在的米也有百多元一口 那就加上煤气 煤气刚才提过多少钱? 现在五十多元 换过一百多元就刚刚… 煤气和米 其实, 广州市政府有规定 职工的最低标准工资 是二百五十元人民币 根据广州市总工会 去年对53个经济困难的企业 抽样的调查 发觉有接近一成的员工 收入是低过二百五十元的标准 而全市就有成四分之一的职工 生活有不同程度的困难 未来一年, 国有企业将会继续深化改革 像柳姨一样 由国有企业退职的员工 相信会越来越多 天天都担心过 应该说是 就是你追不上这个物价嘛 柳姨和方审生活越来越艰难 不过, 另外一些同样生活在广州的市民 就似乎不受物价通胀的影响 老惠宁本来是方审的邻居 今年她的旧屋千册, 搬了去新屋 而老惠宁的丈夫就去了香港打工 每个月给她的家用 就差不多是一般广州打工的三四十倍 你觉得你自己比较两个比 那我两个比就没得比 不是说认自己 主要我先生去到香港以后 每个月都可以给三四千元我的生活费 她的百多元, 你又相比怎样能给到 这些多少钱? 这些八百多元厉害的 老惠宁在睡晚期间 也将来不同的年货 里面有东西的, 里面有朱古力 是, 装饰板 是, 装饰板 她说, 即使物价再贵一点 都对她没什么影响 对我没什么影响 如果是对一般市民也有影响 一样样升价 工资来源就几百元个月 如果扣了, 像我今天这样 扣了几百元, 三百多四百元 那我半个月工资 如果半个月工资 你可以在收获费已经减低了 这里是广州市一德路 是专门批发和零售海味杂货的中心 好, 这就是给我半斤 半斤 没炸过油 没炸过油, 你拿回来 多少钱? 160多 160多 是, 买了一斤 虽晚期间 平时已经很热闹的一德路 就更加挤逼得水舍不通 大部分广州人都喜欢来扮年货 这里货如轮转 可以看到各类价格升跌起降的情况 陈绍明是一德路这间店的负责人 专门经营各种斗类和副食品生意 新年卖了瓜子 批发和零售生意他都包办 他说这一年不少副食品虽然涨 但同时市场供应的货品 就比过去充裕 更加种类繁多 他还说市民的购买力很强 本来价钱高了, 价格高了 购买力就差了一点 要买就买就少一点 今年一样, 一样去的, 好好买 很多好买 我认为群众的收入有关 虽然部分市民因为物价高涨而生活困难 但是广州去年职工的平均工资 就增加了超过两成 另外, 广州人炒耕 就是多做一份工的情况很普遍 除了这些副业收入之外 就连正职的奖金也增加了 现在奖金增加了, 赚钱增加了 所以… 所以… 我们的购买会保转了 现在… 所以物质贵贵了 也没什么感觉 新春期间, 广州的市场和食市 都很热闹, 市道很好 不少广州人现在在年三十晚 都不再留在家里煮团年饭 喜欢出酒家吃 就像这家酒家那样 年三十晚的团年饭宴 就要预早成个多月订位 关先生是做装修生意的 他说一家人年年都在酒楼吃团年饭 还要一年吃得比一年贵 今年这一餐就叫了三、四千元的菜 找到钱, 加价也不觉得 有什么所谓, 始终如此 关先生的家人还说 即使是吃一万元的菜式 也都是平常市 例如一般人, 现在来说平均工资 找一千多百多元算是一般 一般是这样 听起来一万元是很厉害的 广州市很多人都吃得起 一万元是很厉害的 是呀 为什么呢 开放改革就好 物价飙升 市民的承受力各个不同 有人百上加根 也有人觉得毫无影响 中国政府在未来一年 希望把通胀指数 应压在百分之十五以下 也要增加市场各种必需货品的供应 另一方面 政府也会着重改善退休职工 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退休工人的生活保障 希望这样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缓和因为物价高涨 而带来的社会贫富矛盾 下一节 我们会看看一个去香港打工的广州人 今年回广州和家人团年的情况 他们就隔着天桥 我就隔着火车桥 陈作然形容他和太太 老惠玲的婚姻 好像牛郎職女 因为他们结婚36年来 都经常要分开居住 陈作然是广州人 92年他退休之后 因为有香港的出生证明 于是就申请到来香港工作 从此又再和他太太和家人分开 这日是年二十六 不少国内外的人 都逐渐回到广州这里过年 陈作然也是在这日旁晚 由香港搭火车回来 由于他一年 只是回来广州的家三四次 他儿子就特意来火车站 接他很少见面的爸爸 现在珍贵 因为爸爸几十岁 他儿子还在下面博煞 加上夫妻又分开 由于火车延误 等了足足三个小时 陈作然才回到广州火车站 多么多么多么 我去摘着 大姐, 你怎样 大姐, 你知道今天吗 今年新年对陈先生一家人 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他们刚刚由市中心的旧屋 搬来这间大一点的新居 过第一个农历新年 就连陈先生自己 都没见过新居的布置 今天穿上去的新居 好漂亮 这么多年轻 这次有没有打电脚 这些画没见过 隔壁没见过 那些年隔壁没见过 不知道后来知道他在隔壁 葳慧玲说在家等他丈夫等得很紧张 怕他有意外 真是跳到我一步步跳 第一个主要是你们等了三个小时 他又不知道有没有事发生 当时一听到我儿子说 老爸回来了 在咖啡室就定了 好, 今天最后的问题是 准备了些什么 陈先生回来有没有特别的事 准备一些生意汤去喝 他最喜欢喝汤 因为在香港没有人煮汤去喝 所以每天都准备煮汤去喝 陈先生在香港工作 一个人租地方住 他说虽然长时间和太太分两地 但是经常打电话向老婆报告行蹤 我一个月打了十至八个电话 雷尔子也不定 电话费交了几百元 我老婆经常笑 很多年轻人都没那么冤情 我老婆怕我找儿子 所以我经常打电话回来 我找到儿子, 我还在 今晚在这里睡 他经常看着我 电话经常看着我 今晚在哪儿睡 我一晚去打麻将打天光 他说我去找儿子 是冤枉的 陈先生在香港 帮人做粤曲大器的伴奏 他今年已经六十三岁 很多时在香港还要日夜开工 赶两场表演 无非是想趁着还能熬 尽量赚多点钱回来广州 几年前 陈先生在广州退休 只有百多元人民币的退休金 现在在香港就赚过万元一个月 虽然家人不能去香港 但是他在香港赚钱 让太太在国内洗 生活总算富裕 陈先生还说 老卫宁是他中康之妻 十几二十年前 就为他捱过不少斧头 够晚上拿点煮银子 又担水又煮饭 又要臭小孩 很辛苦 我老婆是捱出来的 永远记得我们老婆 虽然经历一段不开心的日子 到现在 他们说一家总算生活条件充裕 当初陈先生只是带着几千元去香港 现在就每个月拿成万元回来 每次回来都会买不少礼物给太太 很多的, 麻烦就买 十几十堆 这堆二丸大利是几百元 很漂亮, 我买的东西很漂亮 很合乎她 很合乎她 我买的东西很合乎她 今年新年, 陈先生还特意 亲手做了这个花瓶 送给老婆的 老婆, 万岁了 平时在香港拼命赚钱 春节期间, 陈先生总算可以休息一下 留在广州多几天 陪下太太和媳妇一起走花市 买了什么 买了个肥猪仔过来 今天是猪年, 你应用摔摇 那又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 老公很多的十元的东西 在港元, 五元的那些 存起来, 存起来 存起来做什么 存起来, 给下一代看看 这些, 爷子, 辛苦找来的银子 你们好好珍惜它 老惠宁很喜欢各种鲜花 陈先生亦特意买多些送给他 说回三十多年的姻缘 他们说, 初初相识 原来是由一朵白蓝花开始 刚解放, 我走难走去惠州 在惠州的戏院, 我做卖票 他来戏院宣传粤剧团 预先提前的宣传广告 我在票房, 大家相识 大家相识 刚刚我们的戏院有一棵白蓝花 他们的剧团很喜欢白蓝花 我说有时就给他们一些白蓝花 间接间相识 有时在票房门楼上有剧团 在票房门楼上有剧团的 他就装着装着, 装着装着看我们 我们就看着他 原来他就装着装着我们剧团的 他更加听得清爽一点 表演一些技术 当时你追我, 我追你 我说当然是你追我 我一群人有很多女孩追我 都没追我 我那时候又在那儿做大洛师傅 又玩音乐又上升 议员有很多女孩追我 我都没追我, 追你了 做事要快乐 陈先生和太太 形容他们是牛郎绩女 原因是他们初初结婚没多久 两夫妇就已经常常要分开 太太带着子女住在乡下 陈先生就要四围去 很多时候只会在火车站见面 现在陈先生又去了香港 两夫妇想见面 唯有选择在深圳相会 这些叫深圳会夫相 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每次要我老公回来 起码三多小时, 四个小时 好像你们那晚去接了几个小时 不然我有空 他在香港经过深圳回来 近时间 他晚上, 白天演出完 晚上可以过来 又可以赚回日常那套戏 那些钱 要见见他, 几十岁, 到第二天 越来越老公就见不到 第二个, 他要给我生活费 每个月我都要拿生活费 老卫宇宙每次到深圳会夫 都早就在广州煮定一煲汤 拿去给丈夫喝 几年前, 他们在深圳租酒店住 还要随身带上结婚证书 证明他们是合法夫妻 听闻说, 凡是香港人回来 大陆开房都要有证书 没有证书不让你开的 你去逛街 我去带去, 我就做木 把证书都带回来 到时候我去逛街 陈先生的儿子已经成家立室 现在陈先生希望 可以多賺幾年錢之後 真真正正地退休 兩個地方, 廣州、香港 廣州、香港 你怎麼選擇, 將來… 將來我還是選擇回來廣州 為什麼? 因為香港我不能夠做過小 我的年紀多做幾年 或者在我身體之前不存有不定 所以我的立足點還是在廣州 不過, 陳先生覺得 現在廣州越來越像香港 其實兩地生活也沒什麼大分別 最重要是一家人將來可以在一起 簡簡單單的生活已經很幸福 新的一年, 他們也有新的願望 我希望一年比一年好 在香港多賺錢回來 別人生理健康, 最重要是生一個寶寶 那豬就是豬仔 豬仔 下集新聞淘寶 跟大家回顧90年代初的 救救小哥盾行動 看看甚麼叫一呼百應 有力出力 速最重要是 快跑 厲害 豬仔 豬仔 豬仔